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佳评讯店的边门约防喷水池店 还有为听澳门听国及言语中心有限公司的代表都表示 整个团队对获奖都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 是对店铺的肯定 首先很荣幸今次可以获得到消费会 批定我们是一间最佳的信息店 约防零售其实一般来说 我们都是有别于一般的普通零售 因为我们除了主要是卖药品和健康食物之外 我们都会提供一个处方的配业服务 其实我们本身要带给客人或者病者的信心 我们本身都是要建立一个比较好的诚信 我们透过这个计划 就令到我们的营运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 尤其是在销售政策方面 我们怎样去清晰我们的价钱和清晰我们的产品资讯 和清晰我们的消费的膨证 可以令到我们的市民和游客更加安心和有信心 未来我们将会更加积极参加承讯店 这个应可计划 期望藉着这个奖项可以鞭策 我们可以继续提升我们的服务素质 令到我们的软件和硬件都可以进一步提升 我们当然非常荣幸 多谢销委会再一次给我们这个机会 得到你们的认同 我公司上下都很开心的 除了一个产品本身很好之外 我们有一帮很好的同事 我们大家都是志同道合 都是有一个很喜欢帮人的热成的心 令到我们做事的时候是事半功倍的 拿到这个认可 当然是对我们的曝光率会带来很正面的影响 我们服务对象很多都是长者 他们未必懂得上网 用社交平台去找有关听力服务的资料 所以我们都很欢迎每一次可以 给到市民大众认识我们的机会 肖委会希望商号不止做到诚信店的标准 还希望商号透过互相学习 良性竞争提升自我 进一步拉动澳门零售业的水平 所以在2021年推出最佳诚信店活动 今年有近300家商号竞逐最佳诚信店 获得这个荣誉可谓得来不易 最佳诚信店这个活动 不单单是我们消委会自己的一个评选出来 我们是希望冒求以最客观最公正 立体的角度去评选出来 这样我们是会有消委会 第三方专业的评审机构和消费者三方 根据优秀的政策、服务环境和资讯展示 这三方面总共14个项目评选出来 早在1998年的时候 消委会已经推出了加盟商号这个制度 希望以预先承诺仲裁的方式 为消费者提供一些事后的保障 2001年的时候 基于加盟商号的基础上 再推出了诚信店认可计划 为诚信店制定一些指引和规定 希望可以在提升澳门零售业的质量 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事前保障 消委会除了会为诚信店 去做一些境内境外 线上线下的一些推广 做一些专属活动 以及一些培训之外 也会派一些专人去顾头做一些专人指导 就是希望做好澳门零售业的形象 这个品牌 委会都定期有很多的培训过程给我们 包括一些强化法律的知识 例如消费者相关的法律知识 我们透过这个推广计划 建立了本脑商户 持续提升诚信店形象 以及推动我们自我提升的动力 希望令消费者可以有更好的购物权益 以及购物体验 我们的同事也会参加他们举办的讲座 有些定期会对零售业 会有些讲解会去讲解法例 又或者跟客人之间交易 要有些什么条款我们是要跟的 同事都很乐意去这些讲座 因为都认识到很多东西 亦都会认识到其他业界的朋友 消费者委员会一直以来多管齐客 致力保障消费者权益 如诚信店商号携手 共同打造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地位 保障消费者